說到庶民美食 滷肉飯 因為評價有美味 征服不少頭殼的胃 但是最近就網友在臉書 分享一張照片 在台中居然有滷肉飯 要賣一百五十元 和排骨飯雞腿飯 幾乎是相同榨味 實際找到這家業者 原來是在台中一家老字號飯店 其實內容物也和傳統印象當中 滷肉飯差很大 中午用餐時間 老闆忙著備料招呼客人 夾菜的雙手沒有停過 但仔細看菜單滷肉飯要價一百五十元 有民眾將價格PO上網路 引發網友熱議 實際找到這家業者 是位在台中的老字號飯店 雖然菜單上寫著滷肉飯 不過實際打開便當 滿滿肉塊鋪滿便當表層 沾上濃郁醬汁幾乎看不到縫隙 還有花椰菜三色豆作為配菜 跟印象中的傳統滷肉飯差很大 感覺就像便當啊 這已經不是滷肉飯的級別了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滷肉飯是那個 肉燥之類的 對 所以他們會覺得是滷肉飯 但是如果看食品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像肉排 對 所以我不會覺得貴 雖然價格偏貴 但還是有民眾認為物超所值 一般民眾覺得貴 可能是因為滷肉飯三個字 原來在台中用絞肉炒的叫做肉燥飯 用肉塊切成條狀的是滷肉飯 至於礦肉飯和腿褲飯 分別是用三層肉和豬大腿肉滷製而成 念法不同 內容物也大有差異 滷肉飯要價一百五十元 到底能不能接受 消費者自由選擇 記者 因為這些奢華的滷肉飯除了主角滷肉之外 配角更是非常吸睛 不只是選用黑毛豬 滷汁還會以老母雞沟湯來熬煮 另外米飯採用的是月光米 就是要拋開傳統對於滷肉飯的靜定評價印象 滷上好幾個小時的滷肉 掺入黑金色澤的滷汁 配上口感彈牙的黑豬松拌 和黑毛豬肚帶皮豬頸肉豬皮 還有月光米以黃金比例混合 透出油亮光澤 拋開傳統滷肉飯的評價印象 這一碗就要價五百六十元 民眾買單嗎 擺盤就是滿豐富 然後看起來 比自己在家裡做當然是豪華一點 用料更實在這樣 看不同場合吧 像可能就是像特別的聚餐 我可能就是會選 像有這種空間跟 就是有比較豐富配菜跟 就是料理調味性更好的 就是 淋上一大匙滷汁 增添油脂香氣 和傳統滷肉飯相比 點一份奢華版滷肉飯 相當日可以吃十五碗一般的滷肉飯 甩開既有的刻板印象 滷肉飯逐漸走向精緻高端化 特別是在飯店上面 我們還是希望跟一般外面的餐廳 做出市場區隔 所以我們在選料 或者是內容上面都會再更為升級 飯店業者推陳初心 要讓吃滷肉飯也能變得很有品味 除了萬豪酒店選用黑毛豬和月光米 國賓飯店也猛推升級版 滷汁採用老母雞高湯為基底 而軍樂飯店的香菇滷肉飯 更是一半月光米一半泰國米 滷肉飯用料大升級 在鄉上飯店新級招牌 這米上油亮的滋味也能沉浸 記者黃志祺的張誠言台北採訪報導